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一下第一个亲子活动 就是捐山洞 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扮个山洞的形态 大人可以训练到我们身体核心的肌力 手脚的肌力 同时小朋友可以练习到爬行 他们一路爬 一路捐 甚至一路滚的时候 对他们身体肌肉协调的发展 就帮助很大 可以增加一个难度 爸爸可以把山洞收窄 令到他们小朋友的爬行更困难的 贴着地走 即将身体协调 难度加大了 变成对他们的整个训练 就是他们的体积能方面 都会有改善到 另一个游戏我们叫他做香蕉船 其实是一个坐地蛙船的动作 坐在地上 肢体四点会碰着地下 臀部就轻轻地离开地面 向前向后走的时候 可以练习我们大人及小小孩的腰 collar 肩膊的力量 睁arino 阁市场 字幕志愿 启动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